大家好,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 我用我的频道来和大家分享 我对医学知识的学习 还有我个人的体验 如果你喜欢这些话题 请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 有关新冠疫苗的一个好消息 我们知道新冠疫苗在美国 12月份的时候开始上市 让医护工作者 包括我自己还有一些 在前线工作的 就是那些必要工种的工作人员 包括比如是救护车的 和警察呀 还有在商店里工作的这些人 先接种疫苗 现在就在想 这样的做法有没有起到作用 对这些人有没有保护 数据是非常正面的 这个数据有4000人 他们这些人都是 我前面说的这一类 优先的接受疫苗的人 他们都自己采样做测试 然后就发现 接种了第一针疫苗之后 就有80%的保护作用 在接种了第二针之后 就保护作用达到了90% 这个在实际生活中的数据 就告诉我们 最先出来的这两个 信使RNA的疫苗 不仅保护那些有症状的新冠 同时还能够降低 无症状携带者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 当时的决定 现在这些在社会上 做重要岗位的人 先接受疫苗 还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因为疫苗非常有效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请希望帮我点个赞 也谢谢你的时间 下次再见拜拜